一個塗藥的卡圖 然後塗藥的標符 跟一個底的顏色就沒了 那這個畫的是誰? 畫的是戶居元帥基奇娜 那基奇娜呢 本身是有爵位的一個爵士 所以他寫出來的時候就是寫 別不列天人 我們的伯爵 需要你為他作戰 那這是一個命令的口文 英國人 那時候的英國人吃不吃這套嗎? 請問何佩玉同學 你覺得英國人吃這套嗎? 他這張政兵廣告出來的時候說 誒 伯爵要你為國家犧牲性命 那政兵的效果好不好? 不好 實際上是很好的 那時候的英國人是還蠻 蠻那個盲蟲嗎? 或是蠻聽話的 他們說伯爵要不去死 他們就真的通通加入軍隊 然後去死了 那這個時候 英國人增兵嘛 後來把美國人也過下去 打這場戰爭 那美國也要增兵 增兵的時候就想說 誒 那英國流行這樣 我就跟著做一樣的 他們就用他們的三米大叔 美國的一個代表 然後三米大叔說 美國需要你為美國限定 那只有這個真兵的效果 非常的不好 那美國人是不吃這套的 所以這張這張失敗來報 之後有一個 另外一個畫家畫白的真兵廣告 有達到比較好的真兵效果 那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伯爵 本尊 打這個樣子 那這個三米大叔 畫的是三米大叔嗎? 三米大叔真的有這個人嗎? 你常常說美國 三米大叔 那何貝玉真的有三米大叔這個人嗎? 還是他是想像出來的一個 明爭人物 明爭人物 象徵人物 好 實際上真的有這個人 他在做什麼呢? 在打那個英美戰爭 獨立戰爭的時候 第一次獨立戰爭已經獨立了 美國實際上已經獨立了 結果英國又組織一支軍隊 在19世紀初 又去打了美國 希望把美國收復 納回英國 結果打失敗了 在打作戰的過程中 有一個肉傷 就叫做Sam Weltian Sam 那這個Sam 就常常 把自己家的那個 要拿來賣的肉 無償提供給正在作戰的士兵 士兵原本 打仗的時候都吃飽 還好有這個 Uncle Sam 三母叔叔 提供這個免費的肉糞湯汁 所以他們覺得 後來打贏了這場 第二次獨立戰爭 都是靠這個Uncle Sam Uncle Sam Uncle Sam的簡潔 不就剛好是US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Uncle Sam的簡潔 跟美國家民生都一樣 不然以後 這個三米大叔 就當作美國的相對好 從19世紀開始 有這個象徵 但他的那個 視覺的形象 他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是一個小螺族 所以長什麼樣子 沒有人那時候 會用昂貴照這樣子去拍 沒有人會請 真的很重要的畫家來畫他 所以他實際上 長什麼樣子不知道 這個不是Uncle Sam本人 這個不是 等一下再講一下 這是什麼會 那這個Uncle Sam的 那個形象 是誰設定出來的 我們講說 有一個是 美國繪畫之部 美國插畫之部 之前接到過 托馬斯、納斯特 南美誕生的時候 林肯 他叫他去前線畫打仗的一個情況 托馬斯、納斯特 他就設定出來的 三米大叔的一個形象 戴著美國的高帽子 然後穿著一個燕尾服 然後留了一頭 髮一髮頭 有點長 也有褲子的狀況 好 但是這個畫家 這個 柏萊格 這張海報的設計師 在畫的時候 他也沒有遵照 托馬斯、納斯特 設定出來的一個形象 沒有 他畫了誰 他畫了他自己 所以他 是照自己的形象 然後畫上去 他的宣傳上面的那個海照 畫的就是 柏萊格他本身 設計師本身 那柏萊格 他的那個名字叫做柏萊格 真兵的效果不太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談一下 美國人是喜歡什麼樣的一個真兵的效果 那稍微再簡單做一個比較 英國 這時候畫的是 美國、英國畫的是 連續色調的一個 比較傳統插畫的效果 但是德國的設計素養 已經比較高了 他把它簡化 他覺得我們不是在做傳統美術 我們是在做設計 設計要求的是 傳達的準確性 那你不用把調子 鋪得非常的連續 非常的準確 不用 你把它的那個立體感 可以被知覺就可以 用幾個簡單的射肩 可以被知覺就可以了 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有一段時間 經濟還蠻繁的 那繁榮的時候 經濟繁榮 就要有宣傳海報 廣告宣傳的海報 商品的宣傳海報 甚至活動的宣傳海報 那依然是使用這種圖像 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 還是一個主要的插頭 主要的標題 跟一個頂色 只是他圖像的風格 稍稍不太一樣 這個風格會讓你想到 哪一個現代主義藝術的流派 不就是表現主義 馬蒂斯的野獸派 跟立體派 那他比較像哪一個 立體派 表現主義 野獸派比較像哪一個 野獸派 他還強調的是那種原色爆炸 那這個有用原色嗎 感覺他比較像一點立體主義的感覺 他把所有的形象 簡化成立體的幾何圖形 那你會說 老師為什麼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不用畢卡索的立體主義來畫 那時候畢卡索的立體主義 還沒有成為一個 廣泛的國際間認同的一個探索 那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 再也沒有人去注意這些藝術家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大家才回過頭來 來回顧那段歷史 發現這個畢卡索創造的這個立體派 已經有廣泛的影響 他甚至影響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的封隔 設計流害的探索 還有後來共產國家俄羅斯的 那個叫做 那個什麼 一時間想不起來 糟糕 一時間想不起來 沒錯沒錯 構成主義 謝謝 構成主義的探索 都是把一些複雜的東西 簡化成基本幾何圖形 那他們就把這種幾何圖形 預錄在基本插圖之中 所以你看到這種 是圖像表現主義的 手畫 同時他的圖像是具有立體派的那種功能 你就知道 這一定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海報 上面這幅 誰畫的 上面這幅是科夫畫的 還蠻重要 之後還會很常介紹到他 科夫 那這幅海報再講一些什麼呢 讓同學來看清楚故事一下 讓這個 發現消失 那請問劉同學 左邊這幅在廣告什麼內容 他肯定是一張宣傳海報 他宣傳 這大火耶 宣傳大火 宣傳什麼 左邊這是用在什麼場合的廣告 海報 倫敦 倫敦 博物館 是什麼呢 倫敦 倫敦 博物館 那倫敦博物館跟火燒這種插圖有什麼關係 水晶東 好 這個實際上是地鐵的廣告 倫敦那時候在廣告地鐵 想說你到我們的倫敦 倫敦地鐵到各個站都有各個站的景點 那其中呢 博物館這一站 不是他名稱不叫博物館 另外一個名稱 到了這個站的話 你可以逛倫敦的博物館 那倫敦博物館裡面就記載了倫敦整個歷史重要的事件發生了哪些 那曾經就是1832 1834年的時候 議會大火 議會大火燒掉之後 剛好不是說維波利亞女皇上任嗎 那上任之後 他覺得好像哥德爾的風格比較好 所以就請了一個設計師叫俘記 重建那個都國國會大廈 就用哥德爾的一個風格 所以我們之前看那個哥德爾風格的 國會大廈為什麼會出現 就是1834年的時候大火燒掉了 那倫敦的博物館呢 就把他的那個火燒的情況 一些歷史資料把它展示出來 所以你想了解歷史 就搭我們的倫敦地鐵到這個站 然後逛一下倫敦博物館 那右邊這就很簡單 這另外一個畫家叫卡桑德拉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圖像現代主義的一個代表的設計師 那他畫的就是大西洋 有一艘輪船就叫做大西洋 那他航行的軌道就是在大西洋之間穿梭 英國、美國之間穿梭 那下面有一個是在邋遢的那個拖影船 在拖影這艘船 比較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畫的東西沒有那種立體派的一個痕跡 因為那時候立體派還沒有成為一個風格 還沒有成為一個影響國際的一個 一個藝術探索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這些設計師在設計自己的插圖的時候 參照了那時候已經是國際間探索的重要的 立體的繪畫 把它運用在自己的插圖之中 就看出來原來統計畫成立體幾何圖形的一個跡象 那我們說最重要的是國恩哈特 所以要了解一下那個魯西安國恩哈特 是怎麼開始創作這個風格的 他是德國人 但原本 爸爸是一個裝潢師傅 在做室內裝潢做油漆的 那有一次他的爸爸就是要出圓門 接了一個小case要出圓門 三天才回來 那爸爸出去了第一天 他就去附近逛了一個展覽 那個展覽是在逛 在做室內設計的 那魯西安國恩他進去逛了之後 就覺得哇那展覽裡面的室內裝潢真好真漂亮 那我家好醜好難看 那我想把我自己的家裡面通通改成 跟那個展覽可以一模一樣的 他就開始著手辦這件事情 他有三天的時間 就趁他爸爸回來的時候 他把他的家裡通通改造一半了 那爸爸回來之後就嚇了一大跳 然後非常生氣 自己有一本喜歡的那種亂亂的風格 工業化那種風格 結果被你改成那種很IKEA的 他不喜歡 他就罵這個自己的兒子 說你到底有沒有審美觀 他就亂七八糟做這些東西 你的敏感在哪邊 說的很難聽 說到最後魯西安國他的心裡有一點點受創 他想說這個家我待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離開了他原本居住的那個家 那這個來到了哪邊呢 來到那時候首都柏林 他想說 必須要之後都要靠自己為生了 原本是想做一個文學家 想寫詩 但他寫的東西 根本就沒有人想過忙 也沒有出版社 願意幫他出版 到了生技 出了一點點問題的時候 他必須要馬上賺到旅行 讓他可以維持在柏林的生活 那這時候辦報 我就看到有一個海報爭取競賽 大概有一點像我們同學 生活費缺錢的時候 就上獎金獵人 看看有哪一些獎金金能比較高 趕快參加一個比賽 他就參加了一個火柴公司 叫普萊斯特的海報爭取競賽 那就畫了那個 普萊斯特的那個廣告生產 海報 但原本畫的時候 不是畫的像這樣 不是 他原本畫什麼 他原本畫有一個煙灰缸 他想說有那個火柴的話 就要抽煙 那抽煙的話 有一個選家 就要有一個煙灰缸 所以有一個選家 也有一個煙灰缸 那這個煙灰缸不能浮在半空中 必須要讓他有一個桌子 所以他又畫了一個桌子 那這個桌子有一點點單調 他覺得不喜歡 想說應該要鋪一個桌巾 所以他把桌巾也把它設計上去了 那桌巾設計得非常豪華 他想說有那麼豪華的一個桌巾 應該是一個有錢人家 那有錢人家除了桌巾之外 還要有什麼裝飾 他都要把它裝飾上去 他覺得桌子後面 應該要有一個磁人 磁器的人物 從中國運賣 非常貴的一個磁器人物 把它掛上去 那想說 既然有了這個房間 有磁器人物 那這個房間都沒有窗戶 也有一點奇怪 所以他又把它開了一個窗戶 那窗戶只有窗戶也很奇怪 就給他放窗簾 他設計好這張海報之後 他非常高興 他覺得這一定會拿手獎 就拿去給他的好朋友看說 這是我設計的海報 你覺得讚不讚 棒不棒 那那個朋友就說 哦 不錯啊 不錯啊 那那個 博恩哈德就進步 這個同學說 不知道他的朋友說 那你知道我那張海報 在賣一些什麼東西嗎 他的朋友說 那很簡單 你就是在賣雪茄嘛 那博恩哈德里面就垮架了 說不是 我不是在賣雪茄 這會干擾我的訊息傳當 所以他就把雪茄擦掉 他不要雪茄了 那他再拿去給另外一個朋友看 另外一個朋友說 哦 我知道 你這個煙灰缸畫那麼精緻 你一定是在賣這個煙灰缸 他說不是不是 我不是賣煙灰缸 所以他還把這個煙灰缸除掉 他說這會影響視覺的傳達準確 那後來就拿給另外一個朋友看 另外一個朋友呢 首先看到什麼 首先是看到畫了很精緻的磁仁 他說哦 你是在廣告那個磁仁 磁仁的磁磁磁 磁器的磁磁磁 不是啦 你不是在畫那個磁仁 所以這個磁仁也把它刪除掉 再把它擦掉 擦掉之後就生一點點東西 再拿給另外一個朋友看 另外一個朋友說 欸 該不會是在賣窗簾吧 因為窗簾也畫了很精緻 他就把窗簾擦掉 擦掉 擦到最後呢 剩下什麼 就剩下那個 普萊斯特的吊組織跟火柴 那時間已經到了 捷稿的日期已經到了 他實際上不是那麼滿意 但是也沒有時間修改 必須把它投出去 所以他最終就用這個刀子 投出去了 投出去之後呢 居然被選為首獎 選為首獎的過程是怎樣 平選的公司 這個普萊斯特火柴公司 有一個合作的廣告公司 這個廣告公司叫做 霍樂部老余史密特 他是一間廣告公司 那就派了那個時候 蠻重要的一個設計師 叫格羅瓦特 去當評審 幫這個普萊斯特火柴 選一個好的作品 那時候的海報 做的都是新藝術的 人形式 非常的繁盛 然後填滿整個畫面 那你想看看 如果有一百張 新藝術的那種 填滿著視覺想像的海報 那其中有一個 不是 那會不會這張就變得 非常的鮮豔 所以我們那個霍樂部老 的公司 派過去的那個 設計師 在選作品的時候 他首先就看到這一幅作品 然後覺得這一幅作品 才是幾百幅作品之中 最好的 因為他最特別 同時他的視覺傳達 是這樣準確的 後來就選了他 當作第一名 那不只選了他 當第一名 給他一筆獎金之外 還把他聘進這個 霍樂部老公司裡面 當設計師 當插畫家 所以他就開始了 我們的 魯西安布奧巴克 就開始了他的設計人證 插畫人證 那他獎格就是 不要有太複雜的版面 也必須要是檢驗的 必須是 視覺傳達功能 是準確的 因為他有一個長空的機能 他畫了很多 紛紛雜雜的 像新藝術的那種海報 那一直被勿諱 他賣的東西是其他的 不是他主要宣傳的東西 後來他又幫這個 史蒂樂公司 他賣文寫的 做了一個海報 做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 單純的大標準字 然後再來是一個商品 最後是一個地圖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明確 但是如果你今天 到了一個水平比較低的設計公司 或是你接了一個案子 你的頁子的設計水平字比較低 你做了這樣一張圖給他 做一張稿子給他 他肯定無法接受 他會說 這樣很空耶 這樣很浪費版面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代言人放上去 這邊放一個代言人 看是劉雪洪 還是什麼 不是劉雪洪 王雪洪 還是蕭敬騰等等 代言人把他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 他還是會覺得很空 他說 這邊可不可以有一些精神標語 把精神標語打上去 然後再把其他贊助廠商也打上去 然後還有一些介紹內文 這些是得過IF 得過紅點 都把他寫上去 那視覺傳導就變成不足缺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些語彙 來說服你的業主 接受你的專業 所以你在說服他接受的時候 你必須談一些專有的語詞 專有的人物 然後告訴他 他就沒有辦法放過你 那如果你說服他的過程 總是知識屋 總是沒有辦法提出一些專有的語詞 你可能都是說我覺得我認為 那他就很容易用 他覺得他認為 來規範這樣子 然後要求你造他的儀式去改你的東西 改完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那就不會被收藏到你的藝術師的課本上 或是藝術師潮的課本上了 就變成不是那麼的高達 再來的話大家一定會有戒案 我相信到大商大師的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接案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專業被尊重的話 請大家不要削價競爭 這削價競爭只會讓你調入一個 比較被動的一個情況 那你就必須依照業主的要求 隨性去根據他的想法去改 有點像假設你今天茶餐會好了 一杯紅茶賣七十塊八十塊 他跟你介紹說 欸我們這個紅茶是阿里山什麼什麼紅茶 是什麼伯爵紅茶什麼什麼 你會聽他去介紹 你會覺得這是有價值的 但如果你今天去休閒小站 買一杯十塊的奶茶 他跟你講說 欸我們這是伯爵奶茶 我們是那個阿里山重買的 紅茶要十八度包吃 你會覺得他在騙你 你不想聽他解釋 因為你覺得他是比較low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業主 可以注重的話 一來你定價 你把他稍微定的高一點點 第二個是 你要找我們堂科 介紹一些專有名詞 專有人物 把它記下來熟記了 然後用這些專有名詞 專有人物去說服你的業主 那他就會覺得 顧這筆錢好像是值得的 專業的 好像是可以信任的 OK 那這個風格呢 在目前國際之間的那個 海豹競賽非常非常好用 這個是我們的學姐 也參加波蘭的那個華山海豹 入圍的一個作品 林美秀學姐 應該已經畢業了吧 還是留期 應該已經畢業了吧 那這個 是不是就是單組的一個查譜 單組的一個主標 跟配一個底色 這個海豹這種風格 參加比賽 非常非常容易得獎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海豹講 開始的時候 國際間最流行的一種風格 一直延續到今天 那是不是一個主要的查譜 配一個主要的標語 然後再一個地位 不要有任何視覺的噪音 干擾你的傳達的主覺性 不要 你要換那個 新藝術的那種風格 可能要參加的是 插譜比賽 或不是海豹競賽 那海豹講的就是 視覺傳達功能 主覺性 這個一樣 一個主要的 然後一個主要的插譜 再配一個底色 就得獎 那這個魯西安 國文法特 他同時還是 那個時期 比較專注在使用 無稱限制的設計師之一 那無稱限制的使用 就必須要談到 德國的現在設計之父 那誰首先大量使用 無稱限制的 請問何佩穎同學 哪一個設計師 首先大量的開始使用 無稱限制的 現代設計之父 沒錯 彼得貝盧斯 彼得貝盧斯在1900年的時候 1990年的時候 寫了這本書 做了這本書 慶祝生活和藝術作為 文化最高相稱的 戲劇回顧 這本書裡面 通通都用無稱限制 是世界上第一本 用無稱限制 印刷出來的書 做出來的書 那後來1904年的時候 他不是當上了 那個 杜勒塞夫的 美術學院的院長嗎 1907年的時候 他又當了 威馬公益美術學院的副院長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學生 開始 從他的培養之中 開始就業了 一直到了1911年 他的那個學生 已經投入了就業市場 然後開始大量的運用他 教導了一些設計師 想來做設計 所以開始發酵了 那這個發酵的 這種傾向的影響 影響到同時在就業的波恩 他畢竟也是德國裡面的 德國任務 所以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誒我們的市場 漸漸是使用無秤線理 因為有秤線理的話 講求的是一種視覺上的裝飾 視覺上的享樂 那他的秤線 有可能就會影響 視覺傳達的 準確性跟快速性 那他漸漸的覺得 應該使用海報的時候 就要使用無秤線理 讓我們來看 他替那個燕草公司 做的一個LOGO 使用的就是這個 無秤線理 那就是燕草公司的海報 那這個 過任務老這間公司 這間廣告公司 發現博恩哈特 吸引來了非常非常多的設計案 大家喜歡這種新的風格 這種準確的 團達準確的風格 那他要聘請其他的插畫家 跟博恩哈特的作品 跟博恩哈特一樣風格的海報設計 那聘請了誰 聘請了這個 吉普肯斯 惡特 還有克林姐 三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這個惡特 剛才我們已經看過他 聽歐普 汽車做的一個廣告 再看一下 歐普汽車的廣告 這個歐普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在路上 看過這個牌子的車子 90年代的時候 歐比 歐普 還有賓士 還有BMW 路上最常看到的四種 歐洲品牌的車子 那後來被賓士 跟BMW 並吞了所有的市場 所以歐普 跟歐地 那時候退出市場 最近歐地 又回來台灣 但是歐普沒有 不過他在歐洲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車場 所以你會看一下 歐洲的足球聯賽 你會看到 有足球隊的那個 戰略廠商是歐普機車 想必他的那個影響力 在歐洲 還是非常非常大 加深大家的印象 想到歐普機車 就想到歐克 再來的話 這個是吉普肯斯 做的一個海報 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了 那這張海報怎麼理解 看圖說故事 看他傳達的準不準確 請問核廢物同學 這張海報 傳達了什麼 你看這張海報 會覺得他在廣告什麼內容 這個符號是哪一個軍隊的符號 英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哪一個國家的符號 是這個符號 哪一個 英國 好 是美國 美國 那上面這個老英代表什麼 我們說 德國人覺得自己是哪一個帝國的繼承人 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 那羅馬帝國的標誌 就是老英 所以他覺得 我們捕獲了美國的軍機 實際上就是 德國人打下了美國的軍機 然後把那個軍機辦了一個展展 讓全國的德國人民都參加 來看說 我們比美國厲害 我們把他的飛機打下 大家來參觀 講的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 那這個 這個是 吉普肯是做的一個廣告 商品的廣告 他在賣場商品 他在賣這個咖啡 那這個咖啡跟後面換的那個阿兵哥有什麼關係 喝杯 不知道 德國人愛國的心理是很強的 那時候阿兵哥都在為國家抛頭爐灑樂血 那阿兵哥喜歡喝的東西 我們也要跟著一起喜歡喝 他就說我們的阿兵哥是喜歡喝我們這排的咖啡 所以大家都要買這個這排的咖啡來喝 再來這邊呢 一樣是吉普肯氏化的 波夢震旅 這個 怎麼理解這張海報 他在傳達 看得出來嗎 這邊他有一個人頭 飛起來 他在展覽的是航空器 就是飛機秀 飛機的航空秀 那為什麼要一個人一個老鷹飛起來 那個時候 人類可以飛到天空 是剛剛開始的事情 探索了三百年四百年 從這個達魯基開始 大家都想飛上天空 像小秒一樣飛上天空 到這個時候 人類才可以真的飛上去 所以他想到不是那個飛機的形式 不是 他想說 我們人類都可以 終於可以像大火一樣 然後把它飛到天空之中了 所以吉普肯氏就用大鳴跟人 畫了一段差不多 再來這個呢 這個不是又是歐普機車嗎 那他這一款的廣告訴求是什麼 郭子君同學 這個 一樣是歐普機車 那他想傳達的概念是什麼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好 那上面的這個人 穿戴的這個服裝 應該是什麼樣的職業的人穿戴的 沒錯 這個是飛行員 好 原本比較早些年 飛行技還沒有那麼普遍的時候 大家對輪船 開輪船 比較有那種渴望跟訴求 到第一次事件爆發之後 大家發現飛機飛來飛去 比輪船帥多了 所以他這時候就不用輪船的船 改用這個飛機員的一個形式 你開我們的歐普機車 就有像開飛機的那種駕馭感 再來這個是造船長 造船長 所以用的那個老船長 要了這個煙桶 這個呢 這在賣什麼東西 沒錯 在賣香煙 都不用講解 然後也不用說那個英文制度是什麼 或是那個德文制度是什麼 你就知道是賣香煙 那這個香煙是賣給哪一種特別的人種 混血兒 因為他的眼線比較深 好 這是賣給牧師林的 賣給那個回教的 牧師林喜歡抽的那種煙 口味跟那個日耳曼油 喜歡抽的那種煙 口味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是專門賣給牧師林的 揮椒裡的 比較重點口味的香煙廣告 那這個不是 這個 這個不是二特的作品 也不是在柯林杰的作品 不是 這個是近代的設計學院的學生做的 我去逛國外的設計圖堂的時候 看到他們有一個作業 就是要模仿圖現代主義 他們老師出了這樣的作業 那這個作業我就做了 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這作的就是 Marvel的一個廣告 很直接 非常的明白 那它的人物呢 不會用延續色調 就是用幾個色階色調 把它噴出它的那個立體感 好 右邊一樣 在賣相煙的一個廣告 然後一樣是圖像表現 圖像現代主義 然後人物呢 不會用延續色調 而是簡化成幾個色階 就把它表現出來了 好 那這個是克林傑的作品 我相信這個克林傑的作品 可能是同學會比較喜歡的 這個是一個演員 那這個演員在演藝術戲 在講一個這樣偉大的一個製片人 那這個製片人比較喜歡穿上 所以就用他特殊的一個造型 作為那個主要的圖像 這也是製片人的那個戲劇的宣傳環報 那這個呢 這個是克林傑的作品 那他在廣告什麼呢 郭子君東元 東元 好沒錯 非常的直覺 那這個呢 這個就需要稍微思考一下 請皇帝男同學幫我們思考一下 這個海報在訴求什麼 這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了 所以已經產生所謂的同盟國 同盟國的話就是奧兄弟國 德國這些人 這些人很像兄弟一樣 就殺血為猛 那另外一邊是叫做邪約國 他們是因為國家跟國家之間 彼此有簽訂的一些合約 所以把他們綁在一起綁成了一個聯盟 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邪約國的一個聯盟 那這個是同盟國 德國那邊做的一張海報 那這個海報講了什麼 然後 曹麗男同學 有想到嗎 沒有 這個同盟國總共有八個國家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八字 同時這個劍數一數總共有八隻劍 那哪八個國家倒不是那麼重要 我大概看一下有個印象就可以了 那這個二樓是怎麼回事 每一邊都覺得另外一邊的陣影是壞蛋 所以他就把美國 英國那邊化成了一隻二樓 那我們這個同盟國 只要八個國家同心同德 就可以把這個二樓殺死 把他們推翻掉 誰做的 克林杰做的 這也是克林杰的作品 他做了很多戲劇的海報 喜劇的廣告 這也是某一個戲劇的廣告 克林杰 那你參加華沙的那個海報雙連展 墨西哥的海報雙連展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些設計師的作品拿出來看一下 分析一下他形式有什麼特徵 把他用上去 我覺得得獎的作品 機會就會這麼高 再來後來這個伯恩·哈特的話 沒有持續留在德國 他發現整個德國的政治經濟情勢 有一點點古怪 怎麼一個古怪 他們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成為一個戰敗國 主要的戰敗國 所以簽了一個發展三合約 要賠英國、法國、美國這些國家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錢 賠到什麼時候 賠到2010年 五年前才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欠款賠完 所以那個金額是非常高的 那國內就有一個氣氛 什麼樣一個氣氛 有一個希特勒先生 他就說 那麼多錢 我們賠到十也就完 確實是賠到十也就完 他說那麼我們不要賠 我們再發動一次戰爭嘛 那打贏之後 這一組戰就勾銷了 所以他一直想要推動一下 新的戰爭 那這時候 他已經感覺到這個氣氛很詭畜 所以他乾脆就離開了 到美國 先去紐約 後來是在紐約做他的設計 那 我們再看看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講的是那個 紅蒙國跟邪約國 紅色的是紅蒙國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很爆發的 建立一下各位的那個歷史觀 主要是奧匈帝國的北尼南大公 之前好像稍微提過 北尼南大公就是屠貝國王 舊的國王死掉之後 北尼南大公就會當新的國王 每當那個屠貝國王呢 去法國在半島視察的時候 視察他的領土的時候 被極關的民族主義 笨子 刺殺了 死掉了 好 那你這個奧匈帝國 你的屠貝國王死掉 你氣不氣嗎 非常氣 他要找兇手啊 他覺得這個兇手不是單純的民族 民族的笨子 他是法國人派來暗殺的 所以他後來怎麼樣 就對法國宣戰 那對法國宣戰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的力量不夠 他就要揪好朋友 他好朋友是德國人 他好朋友是土耳其人 然後保加利亞人 通通把他揪起來 變成一個同盟國 那他跟法國宣戰 法國以前跟英國簽訂過一個協約 我們自己內國 誰敢打你 就得你打我英國 那相同的 你誰打我英國 就是打你法國 所以現在有人要打法國 英國就被這個合約簽進來了 然後又把他簽進了俄國 武快又簽進了美國 所以就變成協約我 跟同盟我之間的一個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這樣的道法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英國的 這個到 這個不用提了 這個就是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 兩軍在對陣的時候 因為都有印海報的需求 大量印海報的需求 而且有大量插土的需求 所以整個逆發技術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突飛猛進 還有一個坐海報的一個水平 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突飛猛進 那兩邊的那個 繪畫的形式 稍稍不太一樣 這個是同盟國的還是協約國的 哪一邊的呢 請問黃麗蘭 這個是德國那邊的還是英國那邊的 哪一邊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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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這個呢 郭夢珍同學 這個是德國那邊的還是英國那邊 英國 德國 好沒錯 德國 他們基本上是單設計 或是幾個簡單的設計 就把一個插土完成了 這個也是德國那邊 這是博恩他自己做的 那博恩他訴求的是 回復那個中世紀條度似的那種光榮 所以他是比較一個 民族主義的一個訴求 那基本上還是單設評度 不會有一個 連續設調的立體 也不會 那這個呢 也是單設評度 那肯定就是德國那邊 這張畫場把英國的國旗撕裂 那肯定不是英國那邊做的 肯定是德國這邊的作品 好 奧波雷曼兩個作品 我們把那個 英國的國旗撕裂 協約國 撕裂掉 好 那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是我們的協約果 我們來看一下協約果的一個作品 就是連續設調的 連續設調的 是另外的 一樣是連續設調的 那我們說這一幅是失敗的一個爭定廣告 因為大家看了之後都不想為美國參戰 那誰做的才是成功的那個爭定廣告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領英德克 那這樣子從設調來判斷的話 他應該是德國那一邊的還是英國那一邊的 國盟登同學 英國 好 最大的差異是他設調上什麼差別 連續設調 好沒錯 英美這一邊的呢 現在是喜歡比較傳統繪畫的形式 然後畫出來都是 連續設調 那這個領英德克很聰明 怎麼說很聰明 他發現用秘密式的 美國人很不喜歡 美國人是崇尚自由 他太崇尚自由 所以甚至跟英國人打獨立戰爭 讓自己自由 所以你要用秘密的方式 讓他們去搬兵 去犧牲生命 絕對沒有辦法 你要用什麼 你要用愛國性 你要用民族主義 用那個崇高的一個理想 然後誘導他們去犧牲生命 他有辦法 那他講的就是 自由女神都在奮戰 那我們要提供自由女神一些資源 我們不可以讓自由是孤單 我們不可以讓民主是孤單 我們不可以讓這些正義 然後良善是孤單 所以他用那種情緒的炫耀 那這個方向性非常的重要 他看的是左邊代表的是什麼 他看了右邊的話 又代表什麼 請問看左邊代表什麼 他的劍是展向畫面的左邊 那何配運同學 展向左邊代表什麼 展向右邊又代表什麼 有什麼差別嗎 如果他看左邊跟看右邊 會有什麼差別 想想看 猜猜看 好西方人閱讀文字的話 是由左到右的 所以左邊的話都是舊的東西 右邊的話都是新的東西 你想想看你網頁要上一頁的時候 是不是像左邊 要下一頁的時候是不是向右邊 同意是一個西方人建立的體系 那他現在劍是展向左邊的 展向舊的東西 希特勒這種保守的 極權的獨裁的是舊的 那美國人 英國人支持的這種自由的 民族的 靈族的 是新的 所以他的劍一定是展向左邊 而不是展向右邊 方向性的一個理解 那你要畢業專題要做插畫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研究一下 這個靈音德克作品 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是美國 插畫黃金時代 代表文物之一 那為什麼說這個時期 是美國插畫黃金時代 大概在1890到1929年之間 為什麼這段時間 是美國的插畫黃金時代 合佩於同學 總有個原因 那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不是其他時間 是這一段時間 猜猜看 沒想法 好 這段時間 因為產生印刷的石板樹成熟了 印刷的技術成熟了 再來的話 攝影還是非常的昂貴 所以要用攝影 來應付這些商業案件的話 不太容易 太高網 所以他們喜歡插畫架 那這時候的商業稿件 又特別特別的多 這段時期是美國 起飛的一個年代 每年的那個經濟成長 只是20% 30% 一直到1929年 經濟大小 才整個崩潰一下 所以在這30年 3040年之間的時間 所有的插畫架 每天都有畫館的案件 而且金額都非常非常的豐富 他有這個經濟條件 去做更好的設計跟插畫的一個探索 所以這段時間 遞掉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國 重要的插畫架 包含我們現在在介紹這個林英德克 好 那你去看這個時期的 可能牛奶的廣告 南橫的廣告 任何的廣告 都是用插圖 非常的進場 那這個 納粹的興起 就跟希特勒有關係 稍微介紹一下希特勒 介紹完 應該就差不多了 大概5分鐘的時間 把希特勒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整個燈國就垮掉了 那希特勒其實本來不是想到 當一個政治人物 他原本想當什麼 讓大家猜猜看 郭夢珍同學 希特勒原本想做什麼 總統 原本就想當總統 沒有沒有沒有 他原本想當畫家 但是他要去考那個藝術學院的時候 他考哪一天 考奧匈帝國的維也納美術學院 他把自己的作品品拿去 拿去那個戲版 請那個潘小姐收 那潘小姐收了很多作品之後 拿了這個希特勒 就是說 你畫得很醜 你這個可以考上 你去其他行業 你去那個賣雞排 或是賣衣服 都好過你當這個畫家 你當畫家肯定會餓死 所以他打死不收 這個希特勒的作品 希特勒就說 你又不是那個戲主任 至少你要收吧 那個 那個 西班小姐就說 我覺得不收 我是為你好不好 小兄弟我是為你好 等一下不收 最終他就當了畫家 後來就發現 欸不然就成正 乾脆成正 所以有人戲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那個維也納美術學院 西班小姐造成的 他是收那個作品之後 就沒有那個政治家希特勒 就只有畫家希特勒 那這個希特勒 剛開始他是比較 他要用那個政變的形式 他想要推翻 舊的威馬政府 威馬政府 威馬政府是一個共和的政府 他1923年的時候 發動了一個政變 那發現那時候 他政變的那個理由 還不夠衝突 他的武藝還不夠瘋 所以後來被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呢 就被關到監獄 那關到監獄之後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我的奮鬥》 在監獄這段時間 他把怎麼樣 可以變成德國的領導人 然後領導德國去 去顛覆他們現在很悲慘的一個歷史 他把整個進程呢 他整個藍圖 都寫在這個國的奮鬥 那後來出運之後 兩三年出運之後呢 他就照著他在獄中 揮劃一些藍圖 開始展開 那他想說 要用那種軍事政變的話 絕對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用體制之內的革命 所以他不斷不斷的選舉 不在到處的演講 那演講的時候 都要欣揚 都要澎湃 而且要很統一的一個視覺符號 因為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那時候德國 是沒有受教育的 你要用理性說 沒有辦法 你用感性去感動他 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他請了一個很重要的設計師 叫做霍爾惠恩 幫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視覺物 為什麼希特勒的那個 納粹的那種視覺效果 非常非常的強烈 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霍爾惠恩 當作他的一個形象的設定師 那通過他不斷不斷的演講 不斷的洗腦他的群眾 說你在1933年的時候 德國大選 把他選為德國的中立 他選過德國中立之後 炸選在握 他可以馬上就宣告 我要成立一個獨台政策 我以後就是完整了獨台的 所有的軍隊 所有的人都要抵抗的 然後鐵柵骨尾 開始了 他所謂的醞釀電視世界大戰 那一切的 開始了 都是由這個霍爾惠恩 幫他做了很好的一個形象規方 霍爾惠恩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霍爾惠恩也做了這個作品 那這是巴洛西特勒做的一個海報 那為什麼會做這種非常有 這個元素是哪一個時期的元素 會有這樣的一個形象出來 奉洋心理同學 這個 這個東西是哪一個時期會有這種東西 哪一個國家會有這種東西 不知道是中五世紀嗎 或是比較是希臘羅馬時期的 希臘羅馬時期的 那為什麼霍爾惠恩在幫希特勒做海報的時候 他要做出這種羅馬的型號 羅馬的元素在裡面 因為希特勒覺得他是羅馬的繼承人 他是凱撒的繼承人 他要復興而過光榮的一個歷史 所以希特勒本身對藝術的喜好 是非常這樣的傳統 喜歡希臘羅馬的一些元素 把他運用上去 那霍爾惠恩抓到了他的老闆 他的組織的這種喜好 所以他就把他做上去 所以他就把他做上去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強調亞利安妮族 亞利安妮族是傳統的 傳統的那個日耳曼人 常見的體貨 大概是這樣 下一次我們再來介紹 協約果那一邊 創作那個圖像感見主義的一種 一個表現形式 好那今天就談到這邊 您好好的 工人 好嗎 謝謝 好董 謝謝 不贏 超ias 很難 謝謝 謝謝